師傅,今集,剛才跟你聊天 你又說了一個,我聽完無管動的例子 是吧? 即是,你講到一個動作 而這個動作,其實我相信每一天都很多人都在做 而也是不斷發生的 有機會的 是吧? 特別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寵物界 是吧? 有很多人都覺得是咬牙切齒的 是吧? 有很多人害怕 那師傅,你講一下究竟這是一個什麼動作 好啊 試完這樣 試完呢,其實就 就早一陣子 我有一個客人從加拿大回來的 他就找我算命 算完命之後呢,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師傅,可不可以問一下你關於家裡的風水問題 當然可以 他說,師傅,我爹就釣了一條魚 我將牠做了一個標本,傷了在屋子那裏 那有沒有問題呢?師傅 那我就說,你是不是釣了一條劍魚? 我問他 你那條劍魚在哪裏呢? 他說,你那條劍魚在哪裏呢? 那你發了一張照片給我看看 他說,他發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那我看完照片呢,我就問他 你這條劍魚傷了多久呢? 他說,大約兩年左右 就是一年多兩年而已 不是很久的 原來那條劍魚 就是在女女的房門口外面的 那我就說 你女女不幸運了 你女女要做手術 他當時神情都是有點惡然的 當然啦,我聽到都覺得神奇 原來他開股 他說,他回到加拿大之後 沒有多少天 就會跟女兒去醫院做手術 因為發現了身體上有腫瘤 其實腫瘤的位置我們都知道的 純粹都可以看得出的 其實我就把這個案子 都去考我風水的學生 我說,你看到怎樣 他們每個都答得出 是哪個身體有問題 做什麼手術他們都答得中 有興趣的朋友熟的 你可以問我 我WhatsApp給你們看資料 其實我為什麼要說這個給大家知道呢? 其實我勸大家 千萬不要立戀殺身 其實他們覺得是很過癮的 即是殺了一條魚 是的 但其實你殺牠 其實牠會殺你的 所以變了來說 這種是犯了一種業力的問題 當然,如果你釣了一條魚 用來吃掉牠的 即是養活你的身體 這樣也算是好一點 這樣就不是很大問題 不過如果你釣了一些魚出來 哇,釣了很多 然後又不是吃的 就是丟掉牠的 我真的試過見過 有很多人釣了一群魚 釣了一群魚 很厲害釣魚 不知為何釣了很多 每一條釣上來 就這樣丟在旁邊 讓牠曬死去 啊? 這麼知見? 很多 真的很多人是這樣做的 我不明白牠們的出發點是什麼 如果純粹為了過癮 這樣殺生的 這個業力是十分重的 所以說你殺那些動物 其實那些動物都會殺你 希望大家引以為減 將這個案件這樣 嗯,OK